我們來看一下這題目 這個木塊用V1的速率在固定 水平地面上的斜面底部往上滑 那現在用圓軌機再用V2回到觸發點 現在他說V1大於V2 來畫起來這個是重點 代表說這個上去的動能大這個下來的動能少 那為什麼動能變少呢 你聽到動能變少就是有非保守儀做復工 它的動能才會變少 非保守儀做復工會減少力群能 減少力群能所以動能才會變少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發現 因為他說的這句話 V1大於V2 所以代表說他下來的時候他的動能變少了 那動能變少了對不對 那你看喔 未能是一樣的 未能是一樣的 動能變少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力群能是變少的 這個E叫力群能力群能變少 力群能變少的話一定有非保守儀做復工 那如果有非保守儀做復工的話 一般來講都是摩擦力 像這個斜面上它是摩擦力 那摩擦力有什麼特色呢 摩擦力它會跟 相對運動方向相反 如果你是往上那摩擦力朝下 對不對 那摩擦力做什麼工 位移向上 摩擦力朝下 摩擦力做復工 可是當你在下來的過程中 當你在下來的過程中 你的位移是朝下 可是摩擦力朝 上 還是做復工 所以不論是上去還是下來 摩擦力都是做復工 如果都是做復工的話 那力群能上去下來都是在變少 好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說 這個力群能在上去下來都變少 所以答案A才是對的 力群在上去下來都在變少 那我把這個東西畫成一個流程圖好了 因為 摩擦力做復工 復工是搶能量 來去幹嘛 生熱 所以我把它畫成一個流程圖給你看 就是說 一開始它有動能 對不對 它在上去過程中 它其實是把動能 先變成衛能 可是如果有主力做復工的話 它會拿去幹嘛 生熱 主力做復工取絕對詞 就是熱 那就是A4乘上S 那做復工拿去生熱 那 這是 上升 好 那在下降過程中呢 下降過程中的話 它會拿去再變成 下來的動能 對不對 但是呢 主力又做復工啦 做復工 就消耗掉 拿去生熱 那主力做復工取絕對詞就是熱 熱它不是力群能 對不對 熱它不是力群能 所以上升跟下降都是力群能變少 上升跟下降都是力群能變少 所以這個A是正確的 好 那B就錯了 在 C 上升過程中力群能變少 是 下降過程中力群能變大 錯 上升過程中力群能變大 錯 下降過程力群能變少 錯 都變少才對 1也不對 力群能都是 在變少了 所以來本題答案只有A是正確的 好 好 感谢观看